詞曲 李宗盛 再問曲 三問曲 請向華學華師請一問曲 一問曲 大眾請坐 Lamo Bhutaya Lamo Darmaya Lamo Sanggaya Lamo Bhutaya Lamo Darmaya Lamo Sanggaya Lamo Bhutaya Lamo Darmaya Lamo Sanggaya Lamo Bhut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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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杂 当然这是一个形式 当然形式有这个像就有它的用 有这个像用一定有它的根本的体 那如果把形式拿掉了 那体像用统统没有了 所以修行做事 重点是你做了些什么 不是你懂些什么 因为懂了不做 光说不练 说食不饱 像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说 我说着一口好菜 等你煮出来完全不能吃 会批评但不会做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严重存在的问题 那讲的最多的人是做的最少 那默默在做的只有被批评的份 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做的人不服气 那那个不做的喜欢指导 就造成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那这样这个时代一定会是颠倒 一定不安 那真有经验的你不听他说话 那有资格说话的从来没有经验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那个稀有难得的心 若没有了 那我们就会掉以轻心 譬如说现在你网络随便查 都可以查到很多资料 那你就会觉得 学佛 这佛法 佛学 没有什么奇特的 我想懂就能懂 那对任何东西 如果你不把他当宝贝 他就不是宝贝 你如果把他当宝贝 他就是宝贝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 为什么越来就越不相应 因为你根本就把三宝不当三宝看 那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受用 所以一样的 现在法师得到尊重的也不多 那在家居士 小的去珍惜佛 恭敬佛 珍惜法 亲近身 其实也不多 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那这样子的话就没得学习 其实每一种高尚的人一定很谦卑 那骄傲的人自满的人一定很狂傲 那就好像我们看整个宇宙 整个我们看得到的 那大海之所以成为大海 因为它谦卑 所有的水 它都愿意融蜡 那高山 尤其越高的山 上面越凸 到喜马拉雅山 那除了看到雪 应该没有任何东西 而且那雪 虽然我们也晓得它是水所沉 但是没有水的作用 它不是揉的 它不是流动的 它是会让我们在那边 就会死掉的 那都是因为太冷酷 太傲慢 那当然它不是故意傲慢 但是我们从大自然里面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越是孤方至少的 就高处不生寒 人家不喜欢亲近 他自己也受不了 那越是谦卑的人 或者人事物都一样 越是谦卑低下的 他贡献越大 越是自以为是的 他除了享受他的福报 增加他的我慢之外 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从学佛的观点 其实是要让我们想更多 理解更多 然后表现更多 不是爱献 而是晓得生命无偿 生命珍贵 一个人如果真的 他的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绝对不会空过 不会随便就让时间过去 不是执着 而是真正懂得那无常 真正能够掌握当下的 一个必然的表现 所以真懂还是假懂 其实看外表就知道 看外表就知道 也就是他所表现出来 你就晓得他懂不懂 就好像一样的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问懂不懂 那你大概看每一个人的表情 就知道他懂不懂 不用问 看他的表情 如果都不敢看着老师的 那一定不懂 如果看着老师微笑的 那这些真懂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 体相用是不能分的 那现在我们强调体的人 就忽略了相用 强调相的人 就忘了有体跟用 强调用的人 也不在乎那些相跟体 所以大概都 把本来是一的东西 分裂成三 那如果真懂 一而三三而一 不可分 无二无别 所以一样我们 学佛的人 也是要懂这些 懂了 就要能够表现 表现就是要达到目的 那当然你会 在这里面更懂 为什么 你本来以为可以达到目的的 结果真做下去发觉不是 这时候你才能知道 原来我以为是的因缘不够 还得加很多东西 或者还得拿掉很多东西 这样你就越来越如实 越来越知道 它实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都出在自以为是 我以为它是什么 然后就相信它是什么 然后就要确定就是那个样子 结果完全不相应 不仅仅不相应在这里面 误导众生误导自己 误导实相 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法柱品 那很明显的就是 告诉我们 什么是法常柱人 要让法常柱呢 很明显就是要奉行法 你要让一个道理能够落实 你就必须天天来检验它 进一步来修正它 不是这些道理没有讲清楚 而是事实上没有任何道理 单凭讲就能清楚 所以法柱品 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还是就是依法奉行 就奉持 只有你依法奉行 才能让法呈现出它的法意 呈现出它的法相 法用 才能够甚至了解到它的法体 它法的体性 这样才能够全面的了解 好 所以既然它是一个奉行性的 所以接着下来 当然所有讲的都不是单单讲道理 都是在讲一些态度 我们看第一个 鲁莽处事故 不为法助者 智者应辨别 俗正与俗邪 我们一般人掉以轻心 甚至好多人说做了就对了 不要问那么多 反正你做就对 这样对吗 这叫鲁莽行事 鲁莽处事 所以态度的不庄重 掉以轻心 其实是不能够让事情的真相显现的 包括我们懂与不懂 都不能说我认为我懂了就懂 我认为我不懂就不懂 那个不是 所以其实要让一个实相能够呈现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保持 没有我直 没有法直的状况下 不断地去观察 不断地去实践 这样才能真正地了解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要让法柱也是一样 体相根用都要具足 那相根用属于事属地 那体属于生意地 所以在这里面绝对不是说 我做了就对了 我认为怎么样就对了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绝对不是 所以如果你真想让法能够安住在这个世间 变成众生的引导指导的话 那么很明显你必须真的深入法 那深入法就是如实的认知法 如实的认知法 就知道法的实相 知道法的实相 我们就称它为智者 智者是真正知道法的实相 如实的了知 这样子才能够称为智者 所以智者它的基本态度 一定要善于辨别所有法的别相共相 都要去知道 来龙去脉知道 如何从有进入空知道 如何从空显现有知道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知道 这俗正俗邪 它这样是正确的 还是根本就是误导 它是短暂的现象 还是究竟的现象 这个都要进一步去认知 去了别 所以这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想让法能够 建立起来能够安住 那基本上我们的态度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一定要很谨慎很谦卑 很有耐性的 实质把握当下的去认知 这样才能够跟法的实相 有点相应 否则的话 其实做过了 成功了 不是你真懂 只是我们的福报好 运气好 运气好 那条件好 所以怎么做 怎么对 那个对不是真正的对 是缘起的一个符合 刚好符合那个条件而已 你没有真掌握到什么 那我们如果真 其实修行要掌握什么 那基本上 第一个要掌握的是小德 所有法都没有定相可得 不要着相 这个是第一个要掌握的 第二个要掌握不能否定相 你否定了相就否定了缘起 既不能执着相也不能否定相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 学佛态度 那进一步你才能了解 所有相 它显现什么 其实都随着因缘在改变 所以没有定相可得 因为所有相都随着因缘在改变 所以没有什么法是真正的存在 也没有任何法能够自己独立完成 所以叫做没有自性 但虽然没有自性 有缘起性 缘起性就是说是空性 无我性 缘起就是无我 无我称它为缘起 因为它已经出现了 但是不是自己 让自己显现成这个样子 是借着很多条件变成这个样子 既要尊重这个相的存在 既要尊重这个相的缘起 更要知道这个相的没有自性 这个就不落空不落油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因为有而起烦恼 也不会因为空而起烦恼 所以要不起烦恼 唯一的方法还是如实的知道 一切法它真正的实相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再往下看 导人不能鲁莽 不鲁莽 如法而公平 智者互以法 世民法助者 所以这边就把人事物 还有理跟事 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让法助 因为我们要让所有法 它的总相 它的别相 它的体相用 都能够让众生了解 所以当然我们要走在前面 作为善导者 那你要作为善导者 必须是实证者 从理上你必须是如理思维者 真正的知道 那即使我不能够表现些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表现些什么 我晓得我条件没有具足 但是我不能误导众生 我做不到 但是我知道怎么做 就好像学校里面的教授 就好像这些理论家 因为他们对理的来龙去脉 他掌握得很好 但是你要他做吗 不能说他不行 只能说他没有条件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更知道 其实尊重善知识 不是要你去检验善知识 也不是要你去评量善知识 这个其实都是 清见善知识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说 你要听人家讲经吗 你先问他 是不是已经是见到者 那如果这么一问的话 我看没有哪一个敢讲经 没有一个敢讲 包括龙树菩萨 乌卓菩萨 他们都不敢讲 就好像我们如果看过 静明经就是维谋结经 要晓得那些阿罗汉都不敢讲 因为说实在的 一个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修为的人 他随时晓得 深空心空 无所得 无所得就不能立 所以真正的善知识 其实只是随缘引导 或者随缘开解 这样够了 这样就够了 不是要这个人一定有什么正量 一定要有什么神通 很简单嘛 譬如说我们以现在末法来讲 那你去找看哪一个善知识 是真正的已经 不要说会了 真正定他已经能掌握了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他能掌握的 掌握不是脑筋 他真的走过 哪一个敢举手 但是你说他不懂吗 定 其实还有分根本的定跟禁分定 其实你只要有禁分定 你已经经验了 但是只是你不在里面 做长时间的停留 我去过 我也走过 但是我没有在那边待 那你不能说 这些人不知道 不懂 不行 不是那个样子 当然他没有在那边待 但是你如果觉得他讲的这个 很值得你在那边待 那你可以就依他的指导 然后在那个地方真的就待下来了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但是怕的是都没有如理思维 然后就随便的以为知道 这个答案要很小心 所以他在这边讲 就讲 我们要去引导别人 指导别人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自己处理事情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指导别人处理事情 一样不能掉以轻心 懂就说懂 不懂就说不懂 那讲了以后 这只是仅供参考 还是你只要照这样做 就没问题 你必须讲清楚 你需要讲清楚 因为你只要照着做就没有问题 他绝对不是鲁莽 他是真正知道 真正知道 所以这些善知识 其实善知识就是 他善巧的知道 他善巧的了别 他知道 清楚的知道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 他只要正确的知道就好 他不需要拥有 这个要把它分清楚 不然的话 我们就找不到善知识 那善知识 其实就是 你现在到底要学什么 你现在到底缺乏什么 那只要能符合你要学的 你要知道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所以一样 你现在不是要成佛 为什么要叫佛来教 不需要 对你来讲根本就成佛 那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为什么要请佛才能够教你 绝对不是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 学的人也不要掉以轻心 教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那这里面拿什么来当标准 都必须如法 那在这边公平 其实也就是说不争不减 不要讲得太过头 也不要讲不到位 这个叫做公平 它是什么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 这个就讲得恰到好处 叫做公平 那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要让法能够立 能够安住下来 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真正的智者 他除了是一个法的印证者 更是法的护持者 只要你讲错了 他们告诉你 你这样讲是不对的 让人家晓得对跟不对 这样才能保护那个法 那现在我们常常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不要分别 这句话一讲出来 好像什么是非都没有了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真正与学佛学法的人 对什么一定要善巧分别 要深入分别 要彻底分别 而不是不分别 不是不分别 不分别是整体了解了以后 然后他知道他是什么 而不是一于心意识的一种分别心 也就不是一于我直我见我爱我慢的一种认定 术语就叫做他不是一于便迹所值 而是一于善巧的了别 如实的了知 那怎么不分别呢 你不能说白色把它讲成黑色 白色你知道他是白色到底有没有分别 如实分别 如实的 他白色我知道他是白白色 而不是说白色讲成黑 反正什么颜色都只是颜色 我知道什么颜色都是颜色 那是种相 那别相呢 白有白的光波 男有男的光波怎么可能一样呢 所以学佛要很小心 那名词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差一点点就是误解 所以常常说不要分别 不要有分别心 结果就什么都不清不楚 什么都不清不楚 怎么会跟智慧相应 就完全没有智慧 所以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得到坏处 而这理念当然很重要 还是那个执着 便迹所值 便就普遍 无所不在 迹就是计较分别 直就是执着 那这个当然不对 当然不对 但是如果它是什么 我知道它是什么 那有执着吗 有计较吗 当然没有了 所以要如实的去了别 不要用心意是 我知我见的分别 这个是对的 但如果说意那个法 它是什么 我知道它是什么 那叫如实了别 叫如理作义 所以这个不要搞错了 好 所以一样的 我们护法 就是要让法能助 我们基本上 还是要义以智 义以智慧 不是义以鲁莽 不是义以我知我见 这个要很小心 好第三个 不以多言故 以疾为智者 安静无怨部 是名为智者 这个慢慢的一层一层 就是第一层 不要太主观 不要掉以轻心 第二层 帮忙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然后对于法 不要自以为是 它是什么 我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智慧的开始 是从认知源起 所以刚刚我们第一个说 便记所值 那当然是错的 接着 我们认知到一切法 都依它起 不是自己成就 而是依着别的 其他的条件 来成就了现在 我的这个假象 或者你的那个样子 我们都知道 那这个就是 有智慧的人 那么有智慧的人 观察的多 说的少 没有智慧的人 说的多 观察的少 这个一般 我们也会发觉 有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常碰到 这种问题 有些人是 学修都不错 佛学的知识也懂很多 那也多少有在修 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好为人师 碰到人就想指导 结果那被指导的人 第一个就很不舒服 你算老几 你讲那么多干嘛 我也看不到你 真的对佛法上 有什么受用 你讲那么多 然后讲的 口梦横飞 但是从你表现的 跟你所讲的 完全不相应 这样子的话就不好 所以说话 一定要小得节制 不要讲太多 讲太多 惹人烦 字铺短 就字铺其短 然后又惹人烦 什么是最好的说话呢 他在等待着你说的 这时候你才说 他很希望你多讲一点点 这时候你才多讲 所以这个智者呢 第一个就是 特质就是圣梦 一个有一点点自觉性的人 那一定话说的不多 因为他晓得说话没有用 不仅仅实相不能用话来说 就以自己的身心来讲 说话真的既好气又好能 讲话真的 对身跟心都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想了解实相的 尽可能保持静默 才可能会跟实相 会跟智慧有点相应 有这种特质的人 那当然他就 比较有可能变成智者 那如果都不说话呢 他会不会是智者 刚刚我讲过了 是不是智者 你看他表情就知道 智慧的人 他随着他的眼神是层澈 他的表情是放松的稳定 不是茫然的 不是问他什么 那是刚刚 他一定不知道 那个绝对不是智者 然后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句话也不吭的 大概也都不会是智者 但那个很喜欢抢着 就要问问题的 也绝对不是智者 这个当然都可以从这些来检验到 那一个真正能够随时安 当然很明显就是心安 静就深静 身心随时保持很宁静的人 他怎么会有恐怖呢 他怎么会心里面会不舒服呢 会跟他对立呢 不可能 当你心里面跟某些人对立的时候 你心不可能安 而身随时是烦躁的 你不可能静 那个气是涌动的 所以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能够随时 心无恐惧 然后心无怨政 那能够随时保持心安身静 这个人呢 我们大概就可以称他为智者 他表现出来就有一个智者的风范 智者的气息 再往下看 不以多言故 比为持法者 比虽闻少分 但有身见法 与法不放异 是名持法者 持法者就是握有法的人 安住在法的人 跟法随时相依的人 有他就有法 有法就有他 这种人叫持法者 在西藏 他们这些大善知识 常常有一个名字 大概我们也常常听到 什么丹针 丹针 什么丹针仁伯仇 丹针就是持法 持教的意思 那一般我们说法师 其实就是持法者 他作为法的老师 他可以知道人家学法 所以就称为法师 那现在我们当然一般都看 出家人就称他法师 其实要被称为法师 不是那么简单 他必须记足前面这三个条件 他是一个真正懂法的人 真正的智者 才能够称为法师 所以照道理讲 要当法师没有那么简单 你三藏十二部至少要有一个概念 接着看你在哪一方面是显熟的 或者在修行上你是很有经验的 可以称为宗师 那你如果对教理上 你可以讲得很细腻 很深入很周延的 你就可以称为教的师 讲师 演教的 像天台中的这些大师 就可以称为法师 那这一般呢 当然能称为法师的不多 他或许有修行的经验 但他讲不出来 他也表现不出来 这个大概都不能称为 称为持法者 那当然如果以我们净土来讲 你看他随时都是一心不乱的在念佛的 这个当然就是持法者 各个宗派 这些持法者都有他的特征 那净土的就随时依着佛 佛号不离生语意 生口意 那如果禅呢 那随时保持心绝躁 不弱任何东西 就不弱第二念 这些是禅师 那如果说天台的 那当然你对整个教理 就必须有很严谨的理解 不是那么简单 好 那一个真正的持法者 他一定是随时安住在法里面的 安住在法里面的很明显的 非法不说 他要说话 这句话里面一定是在表达法他才说 跟法无关的他绝对不说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有多少跟法相关 跟法相关 法及心 跟法相关就是跟心相关的 跟法相关就是跟实相相关的 所以我们以其多说 其实尽量少说 空出多一点点时间 也就是多一点点心的体会绝躁 来认识法 来安住法 来显现法 那更是持法者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还有 持法者呢 他并不是多闻 他即使只是听到很少的教 教说 但是他因为义法奉行 他听多少就检验多少 就深入多少 那么反而他是身体力行的 由支箭变成一种生的体验 所以但由生建法 也就是他真正的 真正的对那个法 已经完全可以操作 完全可以体验 完全可以掌握了 这个叫建法 那建法 我们称它为属于限量 限量就是可以解念的 可以表达的 可以印证的 这叫建法 知法建法 那我们说如实的知见 所以在这边强调就是 理上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正确 那行上要行持的亲切 就是说随着我懂多少 我就把它拿来实修 那这个念念 心心念念都在法上面的人 他绝对不会散乱 不会昏沉 所以称他与法不方译 念之在之 他知道多少 就要体验多少 就要实践 就要让他能够成显 那这种人呢 就理跟事 身跟心 完全能够跟法相应掌握的 我们就称他为实法者 从他身上 你可以看到法位 可以看到法相 可以知道法到底 要怎么样子成显 或者什么样子叫做 真正认识法的人 知见法的人 你看到这些实修实证的人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真的 好我们再往下 不应比白头 及得为长老 比年龄虚首 屠有长老名 这个叫 告诉我们 不要招外相 不是老和尚 就懂法 懂不懂 不再熄悉多久 不再你接触多久 而是你是不是有如实的相应 所以我们想在历史上很多 对佛教大有贡献的人 其实他们都不见得活得多久 就以近代来讲 我们晓得近代最伟大的一个法师 就叫太虚大师 他也只不过六十多岁就走 那台湾最伟大的一个出家人 冰宗法师也是六十多岁就走 所以真的不在他活多久 那当然反过来讲 如果他又有法 那又能够呈险 长时间的呈险 这除了是他本身要有福报之外 其实也是亲近他的人的福报 像我们白银老和尚 他就是又深入 然后又注释久 像我们虚银老和尚 那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这些又有智慧 又有怨心又慈悲的人 其实佛法真的还蛮微脆的 跟国土一样微脆 这具体的 具象的东西都保不住了 这种属于抽象的 属于一个只能体验 不能说的 也不能表现的东西 那他更脆弱 所以这些持法者 这些智者 其实都是心心念念 都在法上面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反过来讲 也不要医老卖老 自己啊 我们对别人不要医老卖老 就是这个是老和尚 这个是什么 他一定是比较深入 比较怎么 这个一点都不客观 因为年龄跟智慧无关 我们小的焦慧无关 其实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可以帮他妈妈变精 那大家或许会觉得这个有点神奇吧 事实上呢 不要讲太多 我们吃东西 吃对了东西 这时候你的身心怎么样 就会觉得身心很棒 很多正面的能量 那他妈妈怀了一个 这么有大智慧大定力的人 这个东西摆在妈妈的身体里面 他会变成怎么样子的一个妈妈 这个很自然 没有什么 这一点点都不是神秘的事 所以我们要晓得 其实所有缘起都是这个样子 不能说这一盏灯在那边开了 三年三个月了 我去拿一盏很大的烛光 瞬间一开 它的照亮度就比你在那边 照了几年几个月 产生更大的如实的照见性 是一样的 在这边千万长老不是用接纳 不是用年龄 这边这个字很有意思叫虚熟 看起来很成熟 但是内在是虚的 不是真成熟 那当然反过来讲 如果是实熟呢 那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 熟了就会脱嘛 但是里面如果内寒的 有内寒的 有实际内寒的 脱下以后那最好最好吃了 但是如果实是虚熟的 就看起来其实营养不够了 它整个凋谢了 那完全不能吃的 所以这里面当然告诉我们不要看外表 不要落到时空的分别里面去 不要被时间给骗了 也不要被空间给骗了 那所谓被空间给骗了 是不是大庙的法师就比较有修 小庙的法师就没有修 很明显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慢慢的都落实到 你每一个你学法也是学真的 你体验法也是体验真的 你要说法也是说真的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既能作为善知识 也能够作为善学者 所有的好的老师 他必然是好的学生 你要当好老师之前 一定要当好学生 什么东西都很谦卑的 很投入的去学习 这样才好 好 所以不要图有其表 真正的内涵绝对也不是说 你名气多大 或者你引导多少人 真正的是从你的最细微处 最平常处 去检验你到底是不是长老 是不是实修实证的人 所以 我们当然从外表 从外表可以检验 从日常的云维造作 从日常的行住坐卧里面 都能够检验一个人 他的身心是不是依以法 是不是已经受用了法 是不是已经表现了法 这个其实是很基本的 那在这里面不管他多高 其实你可以高高山上行 可以 但是你那个心 一定是每一步都踏实在大地上 每一步要踏实 那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一般在讲究戒定慧 不管你智慧有多高 必须用定来检验 不管你的定有多高 必须用戒来检验 也就是戒是很扎实的 定才能够稳固 定是稳固的智慧 才能够如实 那现在我们很多学佛的 都不守戒 那守戒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对就不做 行所当行 直所当直 那你要做对 就不能让你心里面 有任何的不安 那可能有长老 他会去杀生吗 绝对不可能 那这个只是举其一 接着下去 杀到云望久 或者进一步扩散开来 讲八观灾 或者在正面来讲实散 这个其实都是要老老实实的 从他的所有行为里面来检验 因为只要还有一点点 不对的动机在 就代表你的习气 还没有真正的清净 那有智慧的人 你智慧到底通透多少 就是还有多少遮障 还有多少无名习气 还遮盖着你 那一个真正有智慧的长老 长老就是道恨已经很扎实的人 法已经很受用的人 那他不可能会犯戒 那他对他所有的习气 也都能够调伏 对他的起心动念 也是随时都能够保护得很好 检验的清清楚楚 即不会让他不好的想法 流露出来或者变成事实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去尊敬一个人 当然还是要 我们说听其言观其心 还要真正看他表现出来 跟他所讲的相应不相应 嘴巴讲要慈悲 天天骂人 天天惹人讨厌 那怎么会是慈悲 有智慧的人 专门讲人家听不懂的话 他怎么会有智慧 那我刚刚讲过了 或许你会认为你是慈悲 所以我才骂人 但是是这样子吗 因为你没有智慧 所以你只好用生气来表达 你弃自己没有智慧 弃对方没有把你说的话听懂 那到底是谁犯错了 你为什么不马上讲清楚 所以不能帮自己的 所有不如意的行为找借口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整个佛法不能够呈现的 清净圆满 因为大部分的长老 是名称的长老 不是真正的长老 名称的假名的长老 很难服众 真正的长老他必能服众 因为他说得少 做得多 他要说什么 要做什么 甚至要去指导别人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会掉以轻心 这样当然 跟着学的人就有福了 那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称现在为末法 为什么说我们斗争增上 从学佛是要体正 变成学佛是要知道 变成学佛是要能说 变成学佛是要自己有知见 那当然就一层一层的往下 越来越不如实 就是从能够正实相了 退步到他只能观察原请 从能观察原请退步到他只能用主观意识认为是什么 而且还要坚持 那怎么不斗争呢 所以说想学佛的人多 真想修行的人不多 大概一般都是得少为主 或者甚至想学佛是别有目的的 我是不是能够从学佛里面增长我的智慧 然后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那都是有违法 那都是积贪的知见 那不会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当然我们讲这些 也就要随时我们回来检验自己 到底你为什么要学佛 那个心单纯不单纯 正确不正确 如果本都不能立 也就是说你学佛的动机都站不住脚 那接着下去 大概就往错误的路上不断的前进 到最后大概都不能如你的想来呈现 好 既谦虚伪者 虽与其辩才 或由相端言 不为善良人 这些 其实贪生吃都很强的人 尤其做表面功夫的人 虽然他的口才很好 虽然他的长相也很庄严 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称他为善良人 也就不能说他是善知识 也不能说他是持法者 更不能说他是智者 那这个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讲 一个人不需要长得很端正 他只要说话诚恳 你看起来自然端正 那有些人就是嘴角表情一大堆 但是你一看起来他就是装腔作事 或者有时候表现得好像很有自信 其实你再进一步去看 你会晓得他一点自信都没有 他只是虚张声势 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真正的善良人 是从内心下手 他绝对不会执着他的口才好不好 绝对不会执着他长得庄严不庄严 更不会虚张声势 他更不会去跟别人比较 为什么会嫉妒 为什么会牵贪 嫉妒就觉得别人比我们好 我们心里面负物器 那牵贪就怕别人比你多 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些 我怎么能够教你 怎么可以跟你分享 那这样的人其实都是做小自己 做小自己就是越修我 越脆弱 越执着 反过来讲 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他没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他怎么会去嫉妒 会去牵贪 他布施都来不及 分享都来不及 我只要有一点好 我觉得我能受用 我就很希望能够大家都跟我一样的来用这个东西 不管财师 法师 无畏师 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那一样的 有些人因为他对礼很通透 所以他讲话他不会投机奇巧 不会故意讲那很美的话 其实很多就讲得很平时 因为道就在平时间 所以我们说平常心是道 那话讲得很精彩的 那其实都是滑而不实 好听 但是没有真正的内涵 那一样的 诚恳比你长得帅 重要得多 真正的奇相端言 那个其实都是很自然的流落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内涵 其实你就会显现出 那很稳定 一点都不残取 就不会残媚 也不会扭曲 它完全没有必要 那时候也随时 话也讲得端正 心起的端正 话讲的端正 身体也会随时保持在端正 庄严的状况下 这个是真庄严 是真的善良人 不是假的 好我们再往下 若斩断此心 拔根即除灭 离舍称智者 名为善良人 前面是贪 离贪 这边就是离称 这一句就是离称 贪就是我坚固才会贪 称其实也是 我相坚固 人相就坚固 常常就会表现出来 我不满意 最快的方式 当然就用生气 要降服对方 最快的方式 也是用生气 但事实上 你为什么会生气 你对自己没信心 没把握 你才会生气 所以很明显的 你为什么会撑呢 因为你吃 你无名 你不懂得怎么说道理 你不懂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不耐烦 你生气了 所以在这边 一个真正的善良人 是不能生气 那我们希望今天说 这个 这个佛的法剧经说了以后 我们可以随时 当你要起贪的时候 你就晓得不对 当你要生气 讲重话的时候 晓得不对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修整 不要等到恶业都已经现前了 甚至恶报也几乎要现前了 那时候才要来忏悔 才要说对不起 那时候其实都已经太慢了 所以真正的一个善良人 就随时保持他的心 是善的 动机是正的 千万不要往邪的部分 不要往不正的部分去 颠倒 所以这个一定要连根把它斩断 因为为什么 这一个一开始就会说 斩断此心 斩断什么心 斩断那个撑的心 为什么 撑跟火 有很大的关系 撑跟地狱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撑都守不住 那地狱的门 大概随时为你而开 所以我们修行 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能够离开贪嗔吃 那吃呢 为什么会吃 因为我们不懂 佛的道理 从佛的道理来讲 其实最根本的佛的道理 叫做四地 进一步 佛的道理叫十二因缘 进一步 佛的道理 就是随时看着我们的五蕴 从我们的色寿讲形式 这边多观察 多下手 进一步 实修呢 就成六根六成六四处 十二处十八界 这边 这个其实都跟我们息息相关 四地就在讲生死的真相 人生的真相 十二因缘是在讲法的真相 但后来因为阿毕达默的关系 就是这论诗的解说以后 把十二因缘分成三世 就好像在讲因果 事实上十二因缘 都在讲当下 这个又是纯粹的佛教 跟后期的佛教 一个很大的差别 后期的佛教 是把佛教讲成三世 因为把它讲成三世 所以你不能解脱 你就知道 没有三世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哪有三世可得 一落到三世以后 你就会帮自己找理由 而且会把当下的事 变成有过去未来 这样子的话 不能当下跟十相相应 更不能当下解脱 真正的脱 不是来世脱 是当下脱 所以在正法时代 就是世尊佛法还坚固的时代 大家对学佛 都有正确的动机的时代 其实常常听完一个法以后 它就证悟 它就切断了所有的习气 这个绝对做得到 千年的暗示 不消一盏灯 只要一盏灯 它已经黑暗了一千年 照样通透 不是渐渐断 不是慢慢除去 所以一样的 一个对佛法有正知正见的人 他随时就拿起 这一把正知正见的剑 所有无明一现前马上切 所有无明都上不了他的身 要修多久吗 都在当下修 要修多久 那你修了半天 你提不起这个正知正见 你提不起正念 修多久都没有用 那也可以随时提起正念的人 随时以正知正见来 来现前运用的人 他要修多久吗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一种慈悲方便会误导 把本来很简单的事 变成很复杂 现在就能解脱 现在就能极乐 何必要等到死了以后 那现在都不敢肯定那个乐 那极乐长得什么样子 什么叫极乐 所以那极乐就是 所有无明的解脱 只要还有一分无明在 怎么极乐呢 那乐就不极 就有限制 有限制的乐 所以这个错误的观念 会造成我们错误的修法 错误的知见 会引导我们错误的一种思维 甚至作为 所以这个档案都要很小心 若破界妄语 消法非沙门 充满欲与贪 云何为沙门 沙门 是梵文 沙门 令快乐变成沙门 那沙门是什么意思呢 就把一切的不好的东西断掉了 所以现在翻成 就是勤修界定会 熄灭贪春痴 称他为沙门 也称为比丘 比库 比丘也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 沙门也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 所以沙门其实不是一个外向 不是把头剃掉了 不是消法了 就称他是沙门 而是真正的 他能够不破戒 不忘语 他随时都勤修界定会 他随时都能够熄灭贪春痴 这个才能够称为沙门 如果剃度了 但是心里面还是充满着欲望的 充满着求知不得的 那个多多益善的想法的 那怎么可以称他为沙门呢 所以在这边讲 就沙门是他的实际的身心状态 他的起心动念 来检验不是他的外表 不是从他的外表在检验 以熄灭诸恶 无论大与小 因熄灭诸恶 故名为沙门 所以刚刚讲过 就是要熄灭贪春痴 所有的恶都是由贪春痴来 所以真正的沙门是除灭者 那佛就不仅仅是除灭者 所以佛我们称他为大沙门 他不只是沙门 而是大的沙门 那也就是说他具足两个条件 两个 一个就是把诸恶 所有的坏的东西 诸恶都已经止息了 然后另外一个 一切圆满 功德圆满 我们止恶 是要让行善有条件 那我们一般为什么善恶参半 你有在行善 但是恶不除 那就好像把房金丢在厕所里面 所以先不要讲行善 先把恶给看到 给拿掉 我们现在是本末颠倒了 你看那个 我们常常讲诸恶莫咒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他顺序讲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修法的次第 先不谈说你要清静你的心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条件 你要先看到 你什么地方不对 不要让他随行 诸恶 绝对不做 好 好不容易起一个善念 众善奉行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这个就前面这两个 那恶的都去了 善的坚固了 这时候你心不清静自然清静 那善是清静了心的任运 反过来讲 如果你的善都已经很稳定了 任运了 那必然是保持在清静里面 行善而不着善 那就清静 也就是所谓无相 无相就清静 如果还有善恶的分别 当然就不清静 但是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不要一开始动不动就不要起分别 不要有分别心 你不分别你就只会让你越来越惨 绝对不会让你越来越好 刚开始就善恶 了了分明 一定要有这样 那是良知 哪一个人不晓了什么恶什么善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不要说每一个人都知道 每一条狗都知道 每一个有生命 有灵世的生命体都知道 没有一个生命不知道善恶 恶当下就让你痛苦 恶必然遭感痛苦 因恶 缘恶 果恶 怎么会不晓得呢 一定知道 但是我们常常就昧着良心 明知道这个不行还是要去做 因为你尊重你的习气 你习惯你的业力 那当然就跳不出来 如果我们都依着我们那个良知 就是本来清静的心 本来的佛性 来行持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善知识 为什么 你知道 你知道 你尊重那个最值得知道 最值得尊重的佛性 我们也可以称他真主 也可以称他如来杖 也可以称他法性 都可以 好 所以真正的沙门 一点点错都不能犯 所以所谓四正秦 我们说三十七柱道品 前面的四念柱 四正秦 四神族 这个其实都在讲这种东西 刚刚那个我们的马师姐 说希望我能够讲讲四念处 那我说如果刚好有碰到可以讲了 我就顺便带进来 那事实上跟我们切身关系的 就这四个东西 很明显 跟你最直接相关的就是你的身 如果你不能把身处理好 要处理好 必须把它认识清楚 所以 第一个实修的开始 就是把你的观照力 把你的绝照力 摆在跟你切身关系的身上面 那接着下去 你为什么会有苦乐的感觉 那是瘦的问题 落实到有苦乐的感觉 这时候就到瘦了 那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对身 认识的很清楚 那跟跟尘相接触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受生起 那你那个生起处不清楚 那生起的现象 当然就不能进一步探讨 所以当然四念处看起来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第一重要还是先从身下手 你如果连身都灌不清楚 都不能掌握 你说你能处理你的受 你能够处理你的心 你能够处理一切法 当然都没有根据 所以现在之所以末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多 什么都好像懂 但是该懂的都没有真懂 不该懂的都懂很多 所以都下不了手 就建议那个基础足迹的工作 根的工作没有扎实 那修道就没有根据 那要得果更不用说 所以我们其实所有修行里面很重要 第一个修行其实就是先把绝躁力摆在你的身 摆在你的身怎么下手 你现在身体哪边最有问题 你觉得最大的烦恼 最大的障碍在哪边 你就从那边下手 因为你的业力呈显在那边 那现在我们能传的大部分是一个 共同的法门 比如说修阿拉巴那这个 它是一个共同的法门 但是对你来讲最切身的是 你的身体上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一个癌症的患者 那你要观开始修行呢 其实你就观你的身 看你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鼻炎癌那就把注意力集中这边来观察 那肺癌 那个什么胰障癌 你就把你的绝躁 因为那边已经很明显的业障线前 业障线前就那边现象已经很具足 其实你从那边下手 就能够摆脱那个业障 你必须认识业障才能摆脱业障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为什么那个地方会出问题 因为你对它不够关心 所以它抗议 你因为常常心不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缺氧 缺能量 所以那个地方慢慢就产生病变 那这时候我们知道 我这边有问题了 你不要紧张 你只要保持一种很平等平静的绝躁力 就轻轻地看着 你慢慢地 那个地方就会活转来 就转化 那尤其你如果又知道它的增跟碱的道理 那个要让一个东西不再生 你就不能提供给它生的条件 所以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 因为这时候这个地方没有正面的能量 那正面的能量跟负面的能量是什么 负面的能量立足于我执我见的贪嗔痴 意识里面的习气不如你部分 那绝对就是负面的能量 那反过来什么是正面的能量 是全心投入的观照 这就是正面的能量 也就是照见的能量 所以当你能够很平静地 只是看着你要看的地方 其实慢慢地那个地方一定会转变 当然在座都算福报 得恨都不错 所以这个可能没有 但是在我们修行的时候 会有一些现象 比如说坐下来脚好痠 脚好痠不是业障现前是什么 你需不需要突破它 如果连这一点点小麻烦你都突破不了 你说能够改变你什么业力 这业障现前你都不能处理它 那隐藏的业障你怎么处理呢 这个小麻烦你都不能处理 那大麻烦你怎么处理 所以或许我们现在是想去处理某一个部位 但是你会发觉你真静下来的时候 会发觉它反而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种业障 反而在某一个地方产生比较明显的现象 那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在你的身上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业力 业力必须呈现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才有机会去处理它 所以这个叫做实修 这个叫做实修 而我们一般都是执着罚 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 但事实上那个跟你真正的身心的业力 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用半天使不上力 帮不上忙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前见 所以好多人都会想说 好像很少看你有什么业障 好像很少看你生气还是什么 哪一个人没有脾气 但事实上应该就老早我就懂这个道理 什么让你不自在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处理掉 你想生气了 那你不把它处理会怎么办 你一定要把它处理 没有发生了你不预设立场 它发生了你就要想办法去把它处理掉 而真正处理掉的不是用有为来降伏有为 这个不是佛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所以包括你要处理了业障 你都必须真正的用那份平等的关照力 也就是一智不一世 无我不一有我 这样才能够跟佛法跟实相相应上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心得 不是我多有修多的能力 而是我老早就对佛所说的法有绝对的信心 而对我的想法没有信心 只要以我为出发点的 我都会赶快把它放松 所以你就气不起来 你生气是佛要你生气的吗 当然是我的习气要我 所以一开始就把这个理清楚 其实就很好修 如果理不清楚 越修我越大 越修我越坚固 所以做什么 务实一点 你才有实用 才能够自己能受用 不要打高空 所以为什么前面要去讲什么是善知识 什么是法助者 就是这个道理 你慢慢的会去发觉到 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人 什么是正念 什么是尊重法的 什么是依法奉行的 而我们现在的弄盘 你当然懂了不少 但是不是依法奉行 都依我奉行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希望能怎么样 就最好能够达到那个样子 有这样子的佛吗 有这样子的实相吗 佛法跟其他宗教 一个很大的差别 其他宗教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 只有佛法把希望寄托在你自己 所以其他宗教 你不能解脱 你想解脱 只有佛法能让你解脱 因为是什么让你不解脱 错误的我 让我们有痛苦 有烦恼不解脱 一定要用佛的智慧 佛的法 来把错误的我 彻底的看透放下 知非才能离 所以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讲 你修行的开始先不要谈任何功德 谈任何太伟大的境界希望 而是真正能够看到自己 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这样才能修 恶不除善怎么可能利呢 有什么条件利 所以修行还是老老实实 把所有错误的东西 知道不对了 你才可能离开它 如果根本就不晓得它对还是不对 你不可能放下它 不可能 所以这个真正智慧的开始 第一个就看到自己的业障很多 第二个就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里面 不如理的很多 这样你才会开始谦卑 才会开始柔软 才会开始检讨 才会开始修改改正 这样才能够慢慢把业障去除 我看就这样就好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思念处 其实我们下个礼拜六 开始就有残期 你说对佛法对法 想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其实如果大家时间腾得出来 可以参加一次残期 应该对整个佛法就会有一点点概念 当然不可能完全懂 但是至少能够掌握到些什么 我们现在都潜藏极止了 这东西点人家拿着拿着拿着 到达上来都使不上力 那你若对一个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知 那事实上要修就比较有一个根据 所有法都很深广 不可能随便谈一谈 随便学一学 随便修一修就能够怎么样 但是你了解得越具足 你就越晓得怎么办 怎么做 好 仅向他行起 不及是比丘 行宗教法于义 义不为比丘 所以现在我们在路上 也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脱波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当然那个比很多 通过做法事来收钱的高尚多了 这个你很容易观察 他坐在那边是看来看去 还是他设心脱波 若是他站着稳稳的静静的在那边 这种人 这种出家众 值得你供养 如果他那边描来描去 还有摆个椅子在旁边 没人他就坐 然后有人就站起来 然后那个最好不要供养 那种最好不要供养 因为你供养那种人代表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 你在满一些邪知邪见的人 不对动机的人的愿 那不好 结恶缘 但是如果对于这些色心 真的在那边只是要起一些脂粮 然后让他能够有条件办到 这个是值得供养 所以比丘绝对不是只是在那边讨 而是他要晓得色心 要晓得法 必须随时安住在法上面的 那一样的 他会念经 会主持什么忏什么忏 那他就比丘嘛 这个也很值得探讨 比较麻烦就是 事实上你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还有这里面如果他做这件事 是有不良的动机的 所有的修法都不能想得到什么 以有所得的心来修法 通通不如法 所以你若真有修行 真行道 真持法 那我相信空行护法都会护持你 自然就会招感很多真心想 护持三宝的这些大德来护持 所以怕没有法 怕没有道 不怕没有资良 所以我们做什么 其实都要跟无我相应 跟实相 无我就实相了 跟法相应 自然你护持的法 你承显的法 那护法就来护持你 这个很简单 所以真正有修为的 真正懂法行法的人 不可能没有福报 即使看起来没有福报 那也是他的愿力的成贤 越是没有福报的人 越有条件修 越是有福报的人 越会被福报埋梦 这是我跟学佛 应该四五十年长期的观察的结果 不管在汉地在藏地都一样 不管南传北传都一样 反而这些很有福报的人 到最后都修不好 那些因为没有福报而老实修行的 到最后都表现得很棒 所以你说福报到底是害人 还是帮人要很小心 这里面就是 你有没有因福报而放育 而安心 要你安心办到 不是叫安心一天过一天 所以这里面当然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看外表 你要供养都必须观察一下子 不要一看到他的像就供养 很多人到寺庙里面去 哇 这个住持 我来供养他一下 其实寺庙里面真正会修行的不是住持 而是可能就那些大寮里面的 那些随时都在清垃圾 在整理茅房的那些真有修行 一般住持没有什么修行 他只是福报大 没有什么像我一样 没有什么修行 所以我都不敢接受供养 大家到古元寺不要供养 你要供养就供养三宝 不要针对哪一个人供养 不要 好 谨舍善与恶 修以以犯行者 已知住此事 故失明彼秋 为什么我刚刚要去讲 后来的论诗的误导 只有当下是真的 过去 我们知道已经过去了 假的 未来还没有到 我们知道是假的 所以千万不要 让你的心随便掉到过去的回忆 不要让你的心掉到未来的计划 那都没有如实掌握当下 也就是你的绝照力已经不见了 你那绝照力已经被回忆 被妄想带走 还不知道 那你怎么修 所以佛法一个很重要 不是来世要怎么样 你当下能不能自在 当下能不能跟实相 就跟整个因缘很清楚的 了之相应 这是真正的重点 那个圆诀 或者无上正能正诀 就把这个当下的涵盖面 当下的穿透度 不断地现前 所以一样的 阿罗汉他知道的时间的长短 因为绝照力的关系 还是有限的 佛就不一样 那意思是什么 就过去未来 他的意义也只有呈现在 现在是有意义的 你过去的阅历 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是现在能不能用得上 现在能不能表现 所以真的不要用太多时间 去回忆过去计划未来 那没有多大意义 只是突然让你 能够不断地增加 不断当下能够训练的机会 措施而已 所以现在的 因为末法时代 都不重视当下 不重视今生 只是不断地期盼来世 那是颠倒的 所以真正的比丘 看着他当下 有没有谭春思 我有没有能力 能够对峙他 能够转化他 这是真正的修行者 不是说我现在要好好修定 以后如果什么业障献前的说 我可以用定来降服他 不对 那是不对的 请问贪献前的 要拿什么来降服 撑献前的 要拿什么来降服 要有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都不用用 贪献前的 不相应 撑献前的 不相应 什么叫不相应 你如如不动 贪怎么能够 能够随其贪 撑怎么能随其撑 还有什么道理 比这个更清楚的 要修什么行 所以现在我们都无敌放食 就是练了一身功夫 好像可以什么境界线前 你都可以对付 都修有违法 都修分别心的法 修有所得的法 事实上实相既然没有自信 一法不利 所有东西你只要不硬上去 所有东西原生原灭 缘会再继续 都是我们抓着不放 我们抓着不放 那问题也就是 你不抓就没有因缘了吗 不是 谁缘 真能不动的人 才能真随缘 其实我们的随缘 就是随我的善言 我觉得什么好 随缘 什么不好 随缘 那个随缘是讨厌 随缘是不理你 那不是随缘 随缘一定是不动 不变 就用那个平等心 如实的照见心 看到什么东西都没有自信 没有善恶 何须取舍 根据什么在取舍 那根据我要不要在取舍 那有我了 你懂什么 懂了一个颠倒的无名 无死的无名抓着不放 那没有办法征修 所以其实定力 定力的高低 是你能不能保持不动 定力越高的人 那个心的不动性 掌握得越好 智慧越高的人 那个心的照见性 掌握得越好 就这么简单 而我们心的 本来不动 本来照见 它是本具的 不是修出来的 所以不要用太多的聪明才智 不要用太多的照做 不要用太多的取舍 那个都跟法不相应 跟对峙你的习近或许 有一些感觉有所得 就你看我忍耐你 我不跟你吵 好像通过了 但事实上没有真通过 我忍耐你 我忍耐你 怎么有通过呢 我也记足 你也记足 然后那个不愉快的想法也记足 你怎么通得过 所以那样子修 不是如实的修 那样子修是忍耐的修 那个不能真正处理 不能真正的断 不能真正的突破 不能真正的如实 忍久了 这几班剩小 那个本来可以很轻易通过的 结果越压 越处理越复杂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个普遍存在的 末法实在很普遍存在的 表面上不真不是没问题 表面上不真不是没问题 这个要很小心 要真正的不真 真正的不真 当然 真正的不真是本来不真 本来就不真 认识到那个本来 所以修行 医智不要医事 医疗义不要医那不疗义 医法不要医人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然后医义不要医文 这个就都属于实相 那实相 真疗义是什么 你的心嘛 你的心本来无所得 本来无一物 这是真疗义 所以修行如果修半天 在学问上 知见上不断地增加 然后善言上不断地增加 今天我跟哪一个好 什么那个 那个其实 然后读一大堆书 有什么用呢 那个都不究竟 时间到了 不好意思 我们回想一下 念一遍百字明 这一遍百字明 这一遍百字明 哼啪 让我们的心那一份不动 真的如如不动 让那一份明随时照见变满 你随时提高警觉 就提高那个照见性 其实就可以保护它不动 那你若没有用这个照见性 来保护那个不动 常常就被意识分别业力吸气就带走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回来 一定要回到心来修 才能真正上得了路 这三个音很好用 这个很好用 就是一下子生口译 是思想的突破 是气的扩散 是整个习气的转变 所以生口译 你可以用这三个简单的音就可以改造 它都是本来 就你念对音然后身心就会起变化 你懂意思 懂道理 你就很容易相应 一意不一文 所以其实念佛号持咒 都有一点点这种意义在 不用懂太多 但是很明显的 简单的佛号或者简单的咒语 它就带你深口译进入一个简单的状况 只有简单才能够贴近事实 复杂绝对是表面 复杂绝对是无中生有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化凡为简 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化简为凡 差别在这边 所以它会什么都使不上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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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